来看到这一起施工纠纷 南投有屋主出面指控 隔壁的工地两年前拆屋时 已经造成了他自己的房子结构出了问题 没有想到最近建商在挖地基时 又造成他们的房子地基被掏空 侵蚀难安 幸福表示看过影片之后 认为这地基确实是有掏空的疑虑 将会派人到现场勘察 如果发现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疑虑的话 会立刻要求建商停工 看到地基被挖出一个大洞 吐石还不断滑落屋主实在好慌 生怕自己的屋子随时会倒塌 他说我们应该帮助 他快起起来 更不处就帮他 我当然我八十五岁 我很烦恼 越说心越痛故事 甚至可以回推至两年前 隔壁工地在拆房时 房子就已经出现问题 包括油漆脱落甚至出现裂痕 最近更夸张 隔壁挖地基 连自家的地基也疑似被掏空 怀疑建商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让老太太活在噩梦当中 我们每天测 清血然后马上知道 有问题我们会负责出力 建商的行为无法可管吗 县府表示15号已收到投诉 看过影片初步确认 地基有被掏空的危险 因此20号会同结构室勘查 若认定有危害公共安全会 勒令停工 记者曾鲁城南投报道